我再問一次 只對現任董事長總經理求償 扩大求償 是誰的決定 是張兆順的決定 還是部長你的決定 還是上面高層的決定 給大家一個答案 等一下我請部長回答 這個是已經是政治責任的問題了 是張兆順的決定 你的決定 還是更高層的決定 當然張董事長提爆了 所以你贊成 這個結論你扛 這個責任你扛 還是有人受益你 就到此為止就好了 不要再追下去了 因為我們對公股代表才有儲分權 對其他人應該要由董事長 我再講一次 我再提醒你一次 全體股東納稅人的利益 是誰在幫他們捍衛的 就是你財政部 結果你的立場是這樣 你根本就是要讓這57億 讓所有的股東買單 行政院的報告都已經把這個缺失點的那麼清楚了 不是我自己講耶 連你們行政院的報告都這樣講耶 結果你們還在自我閹割的巨見事求償 這件事情就這樣結束了 沒有關係我時間到了 每一次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或許有時間可以救你 但是這件事情相同的問題 我會不斷的問下去 根本都沒有回答 那就一個人了 我會不斷的惡努 我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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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大家 我們一下 我們一下